为了展现爱心善心 捐血救人的理念 景广台中分台 每年都举办捐血活动 2019年9月10号上午9点到下午4点 景广又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 举办一场空中传爱 晚秀捐血的公益活动 希望透过媒体传播力量 号召更多听众 跟热心的民众 玩起袖子 加入捐血行列 其实我们最大的目的就是说 因为台中市 台中市捐血中心都跟我们讲说 台中市每次都非常的缺血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一年 举办三次的捐血活动 能够对台中市民有很大的注意 这一次的捐血活动 也吸引许多热心公益的企业参与 包括维他路基金会 元大投信 盛群金属 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 都热心的参与 也提供精美的礼品 送给热心捐血的民众 警察广播电台台 台中分台 他们长期都有在做 元异绿美化的推广 那我们有配合他们做一个 花样时节的一个节目 所以我们这次也是 配合他们的捐血活动来赞助 就是比较 居家丽美化的一些小品 都是非常适合 一般民众 在家里面做栽培 因为我们公司觉得 这次这个活动很有意义 所以我们公司决定说 顺便我们 让我们可以来捐血的人 我们顺便送他一个 我们公司特别准备的一个 真空保温品 我觉得这次就真的是很开心 因为刚好有朋友 在景广 让我们知道说 有这个捐血的活动 那既然是这么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元大的 证券集团 其实都有不定期的在捐血 然后我们有文化基金会 所以对这方面的一些 赞助或者是公益活动 都非常的热情 在捐血活动的现场 包括国际佛光会 中华总会 南屯第一分会 台中市警察局少年队 高工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 台湾自来水公司 第四区营业处 台中区监理所 台中市消防局 林兴医院 都设有交通安全宣导 节约用水 预防犯罪 改善治安的趣味问答摊位 还提供免费口腔癌 大肠癌的筛检 让尖血不但可以救人 也可以让民众快乐又健康 记者陈文旭 肖又经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